一小课堂 太难看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字写得好看一点啊 只要每天练习 你一定能写好的 就像铁杵成针 铁杵成针是什么呀 池塘编老奶奶认真的磨针 李白认真的背书 铁棒越磨越细 终于磨成了绣花针 而李白却背完了所有的82首永怀诗 得到了先生的赞扬 就这样通过点滴的积累 李白最后成为了唐代的浪漫主义诗人 被后人誉为诗仙 这个成语告诉我们 想要做好任何事情 是需要付出长长久久的努力的 嗯 我明白了 我一定每天学习 总有一天我能把字写好的 嘿嘿嘿 寒寒真棒 一起写成语 铁杵成针 铁杵越磨越细 终于磨成了绣花针 而李白却背完了所有的82首永怀诗 得到了先生的赞扬 就这样 通过点滴的积累 李白最后成为了唐代的浪漫主义诗人 被后人誉为诗仙 跟我一起写一写吧 铁铁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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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收看中国成语故事